那么,怎样得到这个法门呢? 记住,要一门深入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如果你本身的意见很多 你的心已经很杂乱了 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还有社会上的是非纷争 那么,神圣的,好的东西 就不能进入到你的心里 就不能在你的心里扎下根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佛法无边度苦恶 学佛念经,让父亲免做开颅手术 身体迅速康复 今年四月,我父亲因记不住回家的路 走路飘,走不直 去医院查出肺腺癌转移脑部 脑部肿瘤2.9×3.4厘米 肺部站位3.2×3×3.8厘米 在佛菩萨的慈悲保佑和点化下 我没让我爸在本地医院做开颅手术 而是到省肿瘤中医院 对肺部进行了肿瘤消融手术 活体穿刺做基因检测 菩萨慈悲保佑可以吃靶像药 一个月花费不到1500元 而且没有任何放疗化疗的痛苦 副作用也很小 7月1日复查 脑部和肺部肿瘤明显缩小 炉内水肿明显减轻 走炉说话早已恢复正常 我爸又在家买菜做饭了 在菩萨的慈悲保佑下 许愿的小房子、仿生都还没做完 但是亲人却可以受很少的痛苦 就转向康复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不学佛的家庭 就是无尽的苦痛折磨 生离死别呀 我们能学到灵验无比的正法 心灵法门 真是菩萨给我们无与伦比的福气和恩赐 佛法无边度苦恶 真修实修出轮回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观世音菩萨救了我的命 大家好 今天是7月8日 我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发生在我自己身边的真实事例 最近我所在单位事故夺走一些生命 我原本是当天上班的事故现场的一名职工 本来应该让我休息一天 结果班长又安排我多休息一天 这次事故发生时间 恰好就发生在我休息的最后一天 正好时间还是我们这个班的上班时间 第二天 我上班一到单位 看见那种救援场景 当时 我脑海里一下就想到 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了我 给我安排了合理的休息时间 让我多休了一天 错过了这次灾难 还有在事故发生的前三四天 妻子晚上梦见我邻居老太太 告诉我的妻子说我腿断了 我下班回家 妻子还告诉我 让我好好精进念经 再加上我今年正好是53岁 我也稍有注意 现在想想这起事故和妻子的梦境 让我能平安度过此节 还不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的吗 我发自内心深深感恩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的慈悲护佑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感谢观看 纪念农历九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师父开示极景 一 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的名称意义 及殊胜由来 五 观世音菩萨本无男女之分 被救度众生 慈悲随缘化现为女生 代表慈母的形象 选自2016年3月27日 观世音菩萨诞辰辰日开示 观世音菩萨写32生 实际上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讲讲 很多人有点男尊女卑 很多人觉得学佛好像女人 好像有点卑 好像有点不不如男人学得好 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 他在32生当中 他男女他都显化 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 他就是因为知道女人太苦 他知道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苦难 比男人还要多 所以观世音菩萨 我就最慈悲 观世音菩萨我就要救女人 我自己连身体我也要转化成一个女人的身 因为女人代表着慈爱 想一想妈妈是不是慈爱 对不对 所以父亲是严父 中国古代自古以来就讲 严父慈母 妈妈都是代表慈爱 父亲都是很严格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化成一个慈母的形象 所以人家颂子观音 为什么求观世音菩萨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们要明白 事实上大乘佛法对男女性别看法是 有看法的是一切诸法无有定向 学佛人不管你学得好学得不好 一切诸法所有学佛的方法里边不分男女 也就是说女人跟男人菩萨在帮我们说要平等 所以非男非女就是说没有男性女性之别 大家都是学佛 大家都是为了将来能够修成佛 一切女人亦父如是 所以女人也是这样 不要说男人能修成 女人也能修成 这是观世音菩萨 想一想他多么慈悲 师父跟你们一解释 你们就明白更多道理 所以最观世音菩萨 虽限女生 欠女生 观世音菩萨 欠女生 还像你们在座的人都欠女生 那么佛法这样 而非女也 实际上你们并不是女人 也就是说因为学佛之后 人已经非男非女了 就是我想变男的就男的 我想变女的就女的 在人间 在天上 你只要说 我今天我想变男生 就男生 我一想 我变女生就女生 身体就马上就变了 对不对 那么在人间也是的 很多女人说 哎呀 我今天要做男人的事情了 实际上 工作一一穿 她跟男人一样在干活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要变女生 慈悲 做个慈爱的人 在家里做饭 在家里抱孩子 她就变成个女生 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些 非女非男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传统 所以经常说 母亲慈悲 对不对 本身 因为观世音菩萨 本身他化作女生 就是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世界上慈悲的象征 我们看见观世音菩萨 大家化都没有 不管是西人 还是我们的华人 只要你看 师父这里 过去一些西人来拜访 他一看见观世音菩萨 两个手就合照 我都没跟他讲过 他一看见 他自己合照 所以你们要懂得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 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因为神圣的东西 是不能有丝毫的 杂乱肮脏在内 也就是说 在你的心里 不能有丝毫的 你所学过的 不相称的法门 不相配的东西在内 这就是境界 所以要一门深入 一个人 一辈子的时间 只能专学一门 学多了不一定能精进 并且不能深入 也就是有可能不成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